好,再过几天就要迎接农历新年了 私立妙贤幼儿园提前在26号举行发送红包的活动 那么由园长汪美莲和幼儿园的老师亲自将100元的红包发送给小朋友 那么小朋友更借此回应吉祥话 那么主任就说发红包已经是原所的传统 主任让孩子们提前感受年节气氛 也让他们了解到过年的意义 再过几天就要迎接农历新年 私立妙贤幼儿园提前在26号举行发红包的活动 由园长汪美莲和幼儿园的老师们 亲自将100元的红包发送给小朋友们 小朋友则是借此回应吉祥话 场面相当热闹 私立妙贤幼儿园主任王嘉诚表示 发红包是原所的传统 除了让孩子们提前感受到年纪的气氛 让他们了解过年的意义 我们妙贤幼儿园有40年的传统的发红包讨吉利的习俗 压岁前就在台语里面叫做Danny吉 我们就是为了让小朋友在过去这一年的 所有的不安跟害怕可以把他压过去 然后迎接我们新的虎年到来 让大家健康的成长 成长茁壮学业进步 那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虎年行大运 恭喜恭喜 一人100余颜的红包 虽然进而不是很多 但是透过红包的发送 与教学相互会应 也在孩子们的眼神当中 看见了更多的笑容和欢乐以及和乐的气氛 建构祥和安全的家园 记得继续华视频道